华街的隔魁官邸 2017年赖清德上任时曾花费千万元进行整修 时隔不到几年 现在又被爆出用电异常 台电第一时间赶紧派人前往排查 内部工作人员也被派到检查电器设备 行政院发声明坦诚 4到6月间用电度数破万 比去年同期多出3680度 强调已向台电了解状况 在检查结果出来前会持续注意并节约用电 你的电怎么会两个用到两万度 有人在开玩笑啊 你在里面什么挖矿吗 挖比特币吗 官邸不是我一个人在使用 4到6月啊 我使用的时间非常短 你们是在挖比特矿吗 比特币吗 我刚刚说这种比特币 当然你说你就不认同吗 你觉得这样说法不好 我也不认同 怎么会是挖比特币呢 是在亚北极熊啊 蓝白接力炮轰用电问题 但民进党立委反呛是历史成呃 12年前毛治国院长的时代 国民党的时代 就已经有被传出电费过高的问题 请政院长官邸将近500坪 有40个人进驻 有四栋的建物 他不是院长一个人来使用 他是一个机关 昔日时任副院长的郑文灿官邸 两年间也曾支出水电费16万 但内阁用电第一的 莫过于国防部长官邸 被报电费破百万元 那是一个营区 那官邸只是那个营区的一部分 那我也本身也从来没 还没住过那个官邸 所以有机会去了解一下 我有机会再去看一看 内阁官邸成为吃电怪兽 意外搬上媒体版面 近新闻最后报道